诡异又神奇的民间魔术都有哪些你都见过吗 绝对打破你对魔术的认知 所以今天老黑就来跟大家讲讲那些看起来不可思议的民间魔术 全程高能 切勿眨眼 1.花瓶姑娘 这是二十多年前在我国农村骑士上一种很常见的魔术 在一个透露着诡异光芒的木箱子里放着一个花瓶 一个女人的脑袋就像是从花瓶里长出来的一样 看不见她们的脖子和四肢 但是脑袋还是活的 画面十分甚人 成为了很多人的童年阴影 但花瓶姑娘会表演唱歌或者是讲故事的才艺吸引大家来看 依此赚一些表演费 可是当时谁也不知道花瓶姑娘是怎么钻进花瓶里的 于是民间出现了很多传说 有人说花瓶姑娘是一种邪术 让婴儿从小就待在花瓶子里 让他们吃下让身体停止生长的药 但是脑袋依旧会随着年龄变大而长大 也有人说花瓶姑娘都是被拐卖的孩子 是人贩子打断了他们的手脚 塞进了花瓶子里 然后逼他们表演讨贤 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 花瓶姑娘的奥秘也被揭开 这其实只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视觉错觉艺术 装着花瓶姑娘的木箱子 其实是用黑布和镜子搭建出来的 只留下一面是面向观众的 而花瓶姑娘就会蹲在木箱后面 只需要将脑袋伸进去 露出自己的脑袋搭在花瓶口就行 因为周围的镜子的折射 从正面看就好像是脑袋是从花瓶里长出来的一样 不过除了花瓶姑娘 还有更诡异的民间魔术在后面 这些诡异的民间魔术你都见过吗 二 幽灵娃娃魔术 这是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一个魔术 甚至还曾上过电视节目 据说看过那个电视节目的很多观众 都被吓得不敢睡觉 在那个魔术表演中 牵着一个床单登上舞台 这块床单看起来就像是活的一样 但是为了证明床单后面没有任何人和物体 魔术师将床单披在了背上 然后转过身子给观众看 而且从当时的画面也能够看出来 舞台上并没有其他人 紧接着不可思议的画面出现了 魔术师劈着床单一步一步往边上走 然后一只手挥动床单 身后就出现了一排 从小到大排列的俄罗斯套娃 这还不是最诡异的 接下来这块床单就像活的一样 在舞台上扭动 可是床单底下还是没有人 即使魔术师将床抖来抖去 还是看不见人影 然后更头皮发麻的一幕出现了 魔术师再次拉起床单的时候 一个人头出现在了床单上方 甚至在魔术师将床单撤离的时候 人头居然还悬空了 整个魔术看起来十分诡异 但其实非常简单 细心的朋友一定发现了很多漏洞 首先这个魔术里到底藏人了吗 那是肯定的 那个人到底藏在哪的呢 秘密就是那层床单 其实是一个双层床单 那个人就躲在床单夹层里 跟着魔术师的动作一起行动 当魔术师甩动床单的时候 他会快速地躲到魔术师的身后 因为她是个身形瘦小的女子 所以从正面看 完全被魔术师挡住了 因此底下观众看不到人 而最开始出现的那一排俄罗斯套娃 其实都是立起来的纸片 十分好隐藏 那么除了这个魔术 还有哪些民间魔术呢 诡异的民间魔术 三 吞钢柱 这还是我国的民间绝技之一 表演一开始 男子拿出一枚鸡蛋大小的钢球 并让周围的老百姓检查好 钢球是实实在在的钢制的 然后将这名钢球放入嘴中 就像吞药片一样 活生生地吞了下去 然后张嘴让大家看见 钢球已经不见了 光是能不噎着吞下去 就已经是个绝活了 紧接着这名男子又轻而易举的 将吞下去的钢球给吐了出来 这个魔术确实吓到了不少人 但事实上这并不是魔术 而是这名男子天赋异禀 为了揭开魔术的奥秘 这名男子被带到医院进行检查 最后发现他每次 确实是将钢球给吞进去了 但都很好的卡在喉咙里不掉下去 然后稍微使点劲就能够再吐出来 为了能够让钢球卡在喉咙里 男子进行了数十年如一日的练习 毕竟这可是他的铁饭碗 4.油锅取物 这个民间魔术也很常见 很多人都以为是魔术师练就了铁掌 所以不怕烫 但事实是锅里并不全都是热油 来源者会先在锅里倒上醋 然后再倒上一层油 因为醋的费点比油要低上很多 所以只要稍微加热就会沸腾 连带着上层的油也滚了起来 但其实里面的温度并不高 油温也不热 将手伸进去也不会被烫伤 5.竹篮打水 有一句俗语叫做竹篮打水一场空 已经很明显的表明了竹篮打不起水 但有一些民间表演者会在满是窟窿的竹篮上装上水 事实是竹篮已经不是那个竹篮了 而是提前用特殊交召物将竹篮的洞全都封死 所以水才不会漏 我是老黑 你不知道的小知识都由我来告诉你 欢迎评论私信轰炸 咱们下期再见